您知道标准体温大概是在几度吗 37度半还是36度半 应该都很正常 这个稍微 温温的差不多有要发烧的征兆 标准体温是多少 其实35到37度都算正常 依量侧部位有不同指标 易温 额温超过37度 耳温 口温超过37.5度 肛温超过38度 就算发烧 当然也有体温过低的时候 接触到冰冷或是冷环境的一些室温的状况 假装现在低下 或是一些特定的荷尔蒙的低下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有些低体温的问题 除了环境 代谢 感染 疾病 甚至压力会影响体温 运动时体温会升高 运动完出汗则会下降 体温稍微超出范围 不必太忧心 比一般的民众的所谓的正常范围 稍微高0.5度 这通常都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 但是如果说体温比较高 然后伴随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话 建议还是跟你的医师做一些讨论 体温是身体状况重要指标 反映新陈代谢结果 除了注意保健 适量摄取水分也有助于调节体温 大爱新闻张贵端较学信 台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